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少说是顺丹 尤其是今年2017年 国际间已经没有那种和谐和共识 意见分歧得非常严重 所以形成贸易谈判或谈判 始终不能圆满的 好像上星期更多的TPP 谈足几天浸茶灌水 到后来当11个国家的其中10个 以为谈好了 每个人抱着我亲爱的 我抱着你亲爱的 举杯庆祝 谁知道加拿大那位英俊总理突然扭论 说未曾住 连签署仪式也不开 躲在房间 然后还静悄悄找日本人安倍晋三 蜜针 两个不知是否搞机 11个国家山长水远去到那里 好像是越南 谈不妥 特朗普不知为何走过去 我不明白 于是要勉务 暂时缓冲之计 甚至将名字也改 由TPP 在前面交两字 做TPTPP 还有闹嘌 又是TPP 割舍添足 向外发表谈判未完 还未曾死 还会有机会再谈判 到何时呢? 我怀疑特朗普从中搞鬼 这人选择后破坏全世界国际的东西 我没有说好或不好 或者这种破坏是好的 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成见放进去 尤其是我来到这些视频 一个人所作所为 或是传媒说 骂他不好或有些人说他好 我都不会走在一面 因为我未曾有个结论 大家都不知道他这种做法 离弃TPP和Nephtar 北美洲协议 现在还谈判 又离弃天气 说明所有美国条约都对美国不公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这大转变 究竟会令日后国际政治社会 和所有的事情是好还是不好 我未敢下段论 但我已收集证据 特朗普这样做 是有很大的理由在后面 我将会踢爆他 没有人敢说 只有何宝在他两个 一台两港 敢说出来 CIA是否来拍门 我怀疑特朗普从中搞鬼 他和加拿大英俊总理 是非常对的 尤其是北美洲美与加 是差不多 好像其他国家以前 美国和英国 好像契哥契弟的关系 特朗普已出现了 特朗普已出现了TPP 当然不希望加拿大会加入 可能有长途急电 或告诉他 千万不要签 所以他便不签 尤其是几个月前 都让你看到 英俊总理虽然结婚 但与特朗普的美女Ivanka 两个星星相识得不筋扰 一起去看 这个话剧 我不知 你说我好像娱乐部 在乱传播假消息 但照我看 那条女儿看着她的眼神 肯定是有意思的 说回Nephtar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其实只是美国、加拿大和白西哥 只是说不太多 特朗普说 特朗普说 不要 很多劳工损失 就业机会 很多事情对美国不公平 几乎想取消 但价格和加拿大是盟友 谈判吧 但价格和白西哥 两天前 美、加、默已经是七次会议之中的第五次 还有两次 加拿大和默西哥同时抱怨 美国根本上是站得很硬 根本没有一些想谈判的姿势 他们两个都说 若然继续这样 根本没得谈 老实说 TPP不得顺滩 Nephtar不得顺滩 只有港字 谈什么鬼 完全是因为美国从中作劲 星期一突然传来消息 德国默克尔弥克尔强人 这次连任是第四任期 由2005年开始 他一直统治整个德国 整个德国 统治德国即是统治欧盟 是非常势力大 和非常重要的政客 可以告诉你 在九月大选之后 他今次跟上过三次完全不同 因为他自己的党 一直都有相当的票数 但在今次的大选已经失了很多票 虽然仍然是他最多 在这么多个党之中 但他很多票散除了其他党 因为他的难民移民政策 在过去两年收了100万 太过瘋了 这些政策 现在全世界 都令到 那些 我们叫做 radical 激进派 反对移民进来的 那些 派别 欧洲也好 哪里也好 就得到很多港大市民的支持 就得了上来 虽然他们不可以取得大多数票数 可以组政府 但已经在向那条路走 如果继续多两三年 我想潮流已经向右倾斜 就是全部不允许移民 现在纽西兰已经是 他们大量剪辑移民 所以今次因为票数不够 上三次都靠另一个 是第二大党 应该是CDP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和SPD 两个合怀一筹 这就是Social Democratic Party 是中间偏左一点 两党联络已足够了 可以组成大多数席位的政府 好伤不需要今次SDP 自己也不够票数 不知是自己不够票数 还是他不想与联盟 于是要发疯地向其他小党拉拢 老实说如果他能够拉到 仍然可以很 narrow margin 的席位组成政府 他也会做的 但如果他不能拉拢这些小党 便非常严重 他仍然可以组成政府 就算是minority 他们的政制 又与全世界不同 一定要组成大多数政府 但也不是一定 因为已经选了 Merkel是总理 但如果愿意以少数席位组成政府 他仍然是给你的 家有家法 各有各法 有宪法 不可以反对别人的宪法 宪法要改变亦有双双大程度 明白吗? 那些困难的人 盲去抗议 盲去说别人不合适 但要跟着各法去做 所以这件事是立时令欧元受挫 为何? 因为其中有两个小党拉拢 Green Party已经OK了 绿色党在每一个国家 你肯让他进入政府 他就什么都会制作 入了才算 入了之后仍然可以不支持你 在他首投票的时候 你吹吗? 现在美国是共和党 但共和党员自己也有些反 是不认为特朗普的 所以老实说 甚至大多数 特朗普仍然有大多数 有国家有很多东西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们一定要明白 政制是怎样 你才出去乱说 反抗真普选 你搞定了政制 里面有什么可以做 有什么不可以做 否则坐牢 坐死你 要密切留意 这件事会使得欧元受挫 昨晚 星期一那天突然说不谈 便逃了出去 这是一个女人 不知为何很喜欢这样做事 一路谈谈谈谈 突然站起床 拜拜 不谈了 没有你那么好气 便逃了出去 欧元的声音 便跌下来跌至117 22 后来 到昨晚 星期二 晚上 突然 AFD 又说 我支持你 五时花六时变 难怪人家说最难测是女人心 最难测是天气 很多东西都很难测 但这样也没用 麦坑尔英说 我绝对不会 以少数席位 组成政府 即是唯一一条途径 是要再召唤大选 如果再召唤大选 大事 因为会有一小段时间 两三个月后已经是 但有一小段时间 是非常不明朗 不明朗 我们都知道 是跌的 每一样不明朗 美金不明朗就跌 欧楼不明朗就跌 欧楼也涨了很多 还有一样 最大事 现在市场是 长仓欧元 有市近 是感恩节 圣诞 那些人会否 这么硬 死都坐着 而且炒家盘 亦被我们看到 全部是长仓欧楼 炒家是不会长坐的 炒家说明是炒 一炒 反转那碟 又再炒过里面 是不会 长期持住一个盘 很厉害的炒家 我看过欧楼也是 凶多吉少 最近一个星期 始终移民近年来 已经成为政治中 使很多国家 撕裂 这两个字 你明白 香港经常说 撕裂 今天穿黄色衣服 我穿蓝色 又撕裂 只是这样也已经撕裂 这个移民政策 将会撕裂 所有国家 可以告诉你 你说我无段 都是这样说 批尼 欧楼 将会怎样 我今天在会战 我会给了图表 再和你们慢慢谈 OK